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逃得快 逃得快 一直沒有眼睛 一直沒有耳朵 不奇怪 不奇怪 大家好 我是莫來看 我是莫來聽 我是莫來聽 我是莫來聽的福氣豬 雷怒 雷怒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題目 是因為最近我們常常在新聞上看到 就是什麼威力彩 又一人獨得啦 什麼彩 什麼樂透彩 又一人獨得 對啊 藝人獨得超爽的好不好 對啊 超級的 還不用人家分耶 嗯 就好幾億 可是藝人獨得他們會公布誰是誰嗎 當然是不會啊 他不會公布誰是誰齁 一定不會 所以頂多公布是哪間彩券行開出來的 那那個彩券行會知道是誰買的 應該是會 會對不對 應該會 那就會流出去啦 其實會 因為彩券行有那個票 他一樣是每一張票都有一個 對啊 因為他去領獎 沒有 他去領不會去彩券行領啦 那個好幾億的都是去銀行領 那還是不知道齁 銀行會知道啊 總是會有人知道的啦 不可能都是知道 銀行行員會知道啊 然後或者是搶劫欸 對啊 他 呃 搶劫應該是也不一定啦 就是 應該是也不會啦 因為你不會帶那麼多的現金到外面走啊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說假設今天 就是那一個一人獨得的得主 我們就以九億來做一個基準好了 因為多少錢也是會有影響的嘛 如果真的我一人獨得九億 那我們就先扣 對 我們假設就是全部都扣光光的 就是那些什麼會要扣什麼稅嘛 欸 什麼的 就是那些都扣完 反正我就是盡得九億 如果我們是盡得九億的話 對 那你第一個問題是 你會告訴別人嗎 我們先說這個在這個領獎的過程中 就是就像你們剛剛說的嘛 難免會 譬如說銀行行員會知道啊 或什麼樣的 好 這是不可控的因素 但是我說你會主動跟別人講嗎 或就是跟你的家人 或跟你的誰 或是這個 或是你可以選擇你要跟誰講嘛 這樣子 我們先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你會把這件事情 只有你自己知道 就你可控的部分 不可控的那些人 我們扣掉的話 你們會告訴別人嗎 需要思考一下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齁 我先把我真正 一定要處理的部分 都處理完了 以後我再告訴別人 以免就是被 就是以免我沒有辦法控制 或是我沒有辦法 拒絕的狀況下 那個別人跟我借錢啊 或是也不是借錢啊 就是說別人需要這筆錢 可是卻影響了我原本可能自己想做 雖然我現在還沒想到我要做什麼 但是就是我會一直說 就是我可能會把我覺得很重要的這些事情 都先處理完 那剩下 假設還有剩三億 那人家就是 然後我才會開始選擇跟別人分享 其實那個就是我之類的 對 我覺得我是沒有辦法 這輩子都不告訴別人的啦 就以我個人的性格來講 我覺得不會 你沒辦法憋住 我沒辦法把這個秘密 藏到棺材裡 對 那我會選擇常住 這輩子都不要讓別人分享 我都不會知道 對 那可是總會有一些 豬芝麻雞 對阿 比方說我突然變得很富有了 突然我又可以買什麼 又可以買什麼 對阿 就是這樣 買了什麼買什麼 就是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來探討 就是說那你會把這些錢拿來做什麼 可是真的就像是 你一定會不小心 有原本你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你去做了阿 對 那人家可能就會問你說 唉唷你最近怎麼可以怎麼樣怎麼樣了 唉唷中樂扣啦 現在不是大家都在開玩笑這樣子講嗎 對阿 其實平常就會有人開玩笑這樣子講 唉唷請了三天假幹嘛 發財啦 中樂扣啦 對不對 那這時候 就是你要怎麼去圓這個謊 我覺得對阿 沒錯阿 中樂扣啦 叫人家 就你越浮誇的陳建家 就越覺得是假的 對阿 唉唷 不要說謊阿 就是告訴我 喔對阿 是阿 怎麼會有人相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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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 對 浮誇呈現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對阿 越來越這樣開玩笑 我就越好 你越是承認 人家越覺得 唉唷又在那邊嘴炮 對阿 對 那某一天阿 你會覺得什麼 嗯 我也不會跟人家想阿 你也會這輩子都不讓人家知道 嗯 可能 可能沒有到那麼一定啦 但是就是 就是 我可能會看程度吧 什麼叫看程度 就是 就是可能 不要說還有酒意 有名義 對可能 像福氣柱這樣 我可能 就是別人說 欸阿 就是看可能開玩笑說 欸這輩子都好 這輩子都對阿 就是可能 我可能會算一個 就是例如五獎阿 或是四獎 就是算一個比較小的 算一個可以公開的數字 喔 那其實跟我的有一點點像 對 就是 就是我們讓大家可以運用的 就是我覺得可以 運用的這個數字 才去告訴別人 喔 那我是連那個運用的數字 都不告訴別人 喔 那我跟你們兩個不一樣 我是真的是開玩笑的 我是 我真的是開玩笑的 就是沒有搶的那個 我是沒得獎的那個 喔 就是你根本就不會讓別人知道 我根本就不會告訴別人 我真的中獎了 喔 就算是兩千塊 我也不會告訴別人 欸我中兩千塊 我也不會講 我是那個人 所以你平常 你有中過兩千塊發票嗎 我也從來沒有 但是你有買嗎 沒有 那你怎麼會中 有啦我有買過 可是發票對獎那種 我也沒有中過 假設你中兩千塊 你不會告訴別人 你中兩千塊 來來來來 請客請客 就是我也沒有中過 我是一個很不容易中獎的人 本來就是一個衰蛋 對 我本來又不是一個很容易中獎的人 嗯 可是真的中獎 我也不會告訴別人 不會 有可能 因為你是雙魚座 嗯 為什麼 雙魚座就是要犧牲奉獻啊 我不是跟你講 說我們 我們木星是雙魚 我們就是 對啦 我們沒有天上掉下來的雨 我們就是要先奉獻才會有回報 嗯 對 對 然後再加上我木星逆行 所以我更是這樣 就是不會有中獎的 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嗯 我們都是靠勞動而來的啦 就是要 要正財啦 正財 或者是說 就是假設你如果要許願的話 你也必須要先把你還願的那些週曆好 比如說我真的就是真的需要中獎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規劃 例如說50%的 做公益 對去做公益之類的 才會有你的機會 不會有機會 所以我們都是屬於本命就 只能發正財的人 嗯 OK 那這樣子 那如果說啦 假設啦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一下白日夢啊 對啊 對啊 那如果假設說我們真的賺了9億的話 你們會把這些錢怎麼用 你們會 先說你們就會不工作了嗎 不會 一定要工作 工作到退休 一定要工作 我也是覺得一定要工作 對 所以我們三個都是 對嘛 所以我們三個本命都一樣的了 可以砍了 那幹嘛啊 因為 不是人家我都會聽人家說就是什麼 哎呀 如果改天了 明天如果就 辭職了 我都會聽同事這樣講啊 就是說什麼 如果明天我就沒來了 你們就知道了齁 不要問不要多問 你是什麼 我先去自己的工作 我先去環遊世界囉 對 對 那 所以我們都不會選擇這樣 對不會 就有了 一定是做師三空 對啊 對啊 也是欸 所以我們三個就是 老陸屏 就是你還是會工作啊 因為 除非你現在工作 你是要換工作 你是只會去換工作而已 對 我也是這樣覺得 我會覺得說 你如果不滿意現在工作 你只會去選擇換工作 或者是創業 就是你也不會 就是都不工作 都不工作 無所無聊欸 對 因為無所事事其實是 蠻可怕的一件事 對啊 其實蠻可怕 但是 不是有人說 人的一生中 就是最容易死亡的 是哪幾個階段嗎 不是第一個就是出生嗎 還有上偶 上偶啊 然後跟 退休啊 退休 就是當你沒有 你不知道你明天要幹嘛 你不知道就是你的目標的時候 你就容易死掉啊 嗯 因為太無聊了 一起床不知道要幹嘛 平常一起床叫去上班 然後就一起床 欸 沒事了 退休了 就會覺得很 突然間很空虛 嗯 對耶 所以不能不工作 真的我們三個就是老陸命啊 真的耶 因為我原來 男人比女人短命 就是男人退休的時候 會突然有一陣子很空虛 因為女生都會很多 就是比方說 還有 教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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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要顧啊 然後 可是 男人就是只有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嗯 然後就回來 就一退休就一散 就不用上班了 突然覺得 欸 那個主要重心沒有 對 其實都是一樣啦 就是不管 男生女生其實都是你的主要重心沒有 所以為什麼人家才會說 上偶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有可能你是把你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另外一半身上 對 然後突然間沒有這個人要照顧了 對 然後還有什麼小孩空窗期 那個時候也是啊 嗯 就是我以前都是顧小孩 因為小孩突然間獨立了 嗯 然後他出去外面讀書了 嗯 他就不管你 不歸你管了 對 這時候你不知道要幹嘛了 所以要丟寵物給爸媽養 嗯 喔 給他一個新的目標 對 不過是就是對嘛 就是生個小孩給他養啊 就是這個概念啊 就是很多人為什麼會說就是 生小孩給爸媽故 原因也是這樣 就是他們太閒也不行 對 讓他們生活有點重心 嗯 然後不是也有很多人說 欸當養了寵物之後 欸自己就突然之間不是親生的了 對 對 因為爸媽都會把他當做親生一樣 我有一個同事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很誇張喔 他媽媽有一段時間 就平常他沒有跟他媽媽住 但是有一段時間他媽媽 就有來跟他住一段時間 結果他每天早上 就他說一天說他第一天 第一天就是睡醒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媽媽在廚房裡面 停停搶搶在床 他就覺得他躺在床上的時候 就這樣想的 對 他躺在床上的時候是想說 哎呀果然有媽的孩子像個寶啊 我等一下起來 就有早餐可以吃 然後就這邊幻想說 等一下起來就會有早午餐室的擺盤啊 或是什麼的啊 那幻想的話 然後結果一起床 然後到了那個餐桌的時候 想說 嗯就是看到一盤芭蠟 然後他就想說 欸這個好欸 就是芭蠟媽媽 早上起來切水果也好嘛 對不對 哎呀這芭蠟是給我的媽 結果媽媽竟然就說 沒有那個是給那個妹妹吃的 就是那隻狗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妹妹那個 那個老了 牙齒咬不動 我選這個軟軟的芭蠟是要給牙齒的 那我呢自己去削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女兒沒有得吃 結果是那個狗已經弄好了 妹妹有軟軟的跑啦 那我呢 沒有啊這都是妹妹的 結果她沒有 沒有這回事 真的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妹妹的 然後去菜場買 買那個 跟媽媽去菜場買菜也是 就是都想說 哎呀這個可以加在那個妹妹的飼料啊 那個可以加 全部都是為了妹妹 妹妹都不是為了她 然後她就會覺得說 那我呢 你都沒有想過我 然後還有她 我有時候之前就是有去出差啊 然後那個同事也是說 就是她說她要出差 就跟她媽媽聊天聊到說 哎呀我下禮拜 要去哪裡來出差喔 然後媽媽也是說 那妹妹怎麼辦 她說那你如果想過我怎麼辦啊 哈哈哈哈 她都沒有關係 她說那妹妹住哪 對不對 你怎麼不想過我住哪 哈哈哈哈 她說我想說你出差公司會處理啊 不需要 不需要我過問 哈哈哈哈 為什麼都不問一下我過得好不好啊 到底打完都是問妹妹咧 奇怪 是我打給你 為什麼你是問 先問妹妹咧 哈哈哈哈 因為妹妹才是親生的啦 對 妹妹才是親生的 嗯 嗯 真的耶 所以我們都是選擇工作型的 嗯 還是會繼續工作 一定要工作喔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或許如果是我打 我有可能就會選一個 嗯 比較沒有 那麼 就是可能原本的工作 可能真的會是 就是為了無斗米啊 或是什麼的 對 但是我可能就會開始去選一個 嗯 真正原本我想做的 嗯 對 就是可能以前會覺得說 等我工作存到一筆錢 嗯 比如說我想要創業 對 或是我想要做一個什麼事情 嗯 對 但是因為我沒有那一筆資金 我沒有辦法做 或是你想要做那個集圈 可能薪水不是那麼高 對 他很難 薪水很高好了 可是他很難 也許被敗了 很容易被翻 很容易就失誤了 對 那我可能就會去嘗試 對 那滿心我先去嘗嘗看 對 如果被範了就被範了 對 反正我現在有 有機會了 有那個後面的 有後座金山可以靠了 對 所以我可以先去試看看 對 如果一下就被範了 發現好 我確實不適合 對 確實不是這個材料 確實不是材料 也可以 對 就會可以去吃 開始去嘗試一些可能性 對 嗯 嗯 那你們會 假設齁 讓你花一筆錢 就是這個 中年去花一筆錢 去買一個奢侈品 奢侈品啊 對 買一個真的 以前你這輩子都可能買不起的奢侈品 房子奢侈品那種是奢侈品嗎 不是啊 它是可以增值的 那奢侈品是什麼東西 包包 衣服 寫什麼 對啊 這個定義 哈哈哈哈 先第一出來奢侈品是什麼 嗯 就是如果是一個很浮誇的 但是 不是 必須 對 不是必須的 不是說房子 車子 但是如果說你去買一個 很多怎樣做怎樣的車子 哦 那就是奢侈品 比如說Toyota可以 可是你要是保時捷 或者是巴拉利 特別厲害的跑車型 裡面只能坐兩個人 哦 那種就是奢侈品 我懂 我懂 油輪那種就是奢侈品 對 如果是這樣你們會想要買一個奢侈品 可以選一種 只能選一個 九一耶 可以選很多個 哈哈哈哈哈哈 看來你就很想買很多個嘛 好啊好啊 九一只能買一個油輪耶 其實 其實不能選很多個 而且其實沒有九一 你知道至少要扣掉20%的水嗎 我剛剛那前提提要 就已經講了所有盡德 20%的水九一扣掉是多少錢 我剛剛前提就有講了 可能只能像兩億吧 蛤 不要講那麼複雜 欸沒有沒有 可能是扣掉兩億啊 可能是扣掉兩億啊 對啊 可是我剛剛前提提要 講了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是十得九億的話 對對對 十得九億 十得九億 就是你這拉哩拉喳 都扣掉了 都沒有再聽 你看果真他就是沒在聽啊 我已經想好我要什麼 你們先講 哼 你已經想好了 哈哈哈哈 我還沒想好啊 你先講 我想要一顆 我想要一袋鑽石 一袋鑽石 多大袋 就是一個袋子裡面裝很多鑽石 然後打開來亮晶晶的這樣感覺 你就用一個手就可以握住了 因為我小時候就會很想要 就是有一個飽盒 然後裡面就會 其實小小的時候都會有什麼珠珠啊 然後壓克力的嘛 就是那種就是 什麼亮片啊 亮片啊 香水粒啊 對然後還有 講出香水粒就講出我們年齡了 什麼亮片啊 或者是那種就是扣扣啊 扣啊 就把它放到一個珠寶盒 小明珍都會很喜歡這樣 可是我現在長大 我想要把它變成真 就是我想要買一袋鑽石 放在那邊這樣看著 看著 對 這就是奢侈品啊 對 對就是很奢侈品 可是你要幹嘛 就是到時候人家說 我就是把那一袋收藏屁 所以我有收藏屁 我是一個有收藏屁的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 把那一袋偷走就好了 對 哈 對 欸 你剛剛那個笑聲很沒有禮貌欸 太真誠了吧 你剛剛那個 呃 真誠啊 這是一個很蠢的事情 欸蠻蠢的欸 可是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只有我最想 其實是真心最想想 其實是最想想的 我真的買房子車子 其實都不是我真正最想要的東西 嗯 其實我真正最想要的就是 那一袋子 我會很想要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鑽石是最沒有價值的東西嗎 對 哈哈 像我小時候喔 什麼禮物什麼什麼 其實我很想要一個 會跳芭蕾舞的音樂 就是 可是其實真的沒有用 就是我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可是我其實真的也沒有用 確實沒有用啊 對 可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想要一個這樣的東西 很奇怪 可是有 可是其實也沒有用這樣 嗯 其實那已經有了嘛 但是有了之後就也沒怎樣啊 但是有了就覺得好開心 對的就是這樣而已 蛤 就像小時候會想要一個水晶球 喔 小面會轉到後會有下雪 就這樣子 就是那個感覺 就是一個 一種感覺 嗯 那是一種滿足 所以其實當你有了一個很大疊的財富的時候 你會先想要去完成 就是你心底最最最 這叫什麼 存在心底最深的那個夢想 對我會想要一小袋 這樣子亮晶晶的 啊喔對然後我會拿 我會做一件事情 我會去 就是拿一顆鑽石縫在肉裡 喔我知道 這個是那個劉佳麟 對 有一部電影 我會把一顆鑽石縫在肉上 鑲在手臂裡 我還沒看過 對以前有一部電影 是劉佳麟演的好像 嗯 就是他的那個角色 他好像是演一個 類似就是舞女還是什麼 就是類似舞女 他他鑽了第一桶金 他就買了那顆鑽石 對鑽了第一桶金 然後就買了一顆鑽石 然後把它鑲在他的手臂上 就是鑲在那個肉品上 他看不到的喔 就是像中水 中牛豆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個疤 對就像我們有 中牛豆 是看不到亮晶晶的 只是他把它 牽進去裡面 就不是像戴耳環這樣子喔 不是 是在肉裡面 看不見的 他只是有一個疤 就是看起來很像是 中牛豆這樣的一個疤 然後沒有亮晶晶的喔 那個是他的保命符 就是他那時候是好像 可是他那個電影裡面 演的是他還是傻的啦 對就是 後來他遇到了一個男生 然後反正被騙了嘛 就是那個然後那個男生 就是他有把這件事情 就是他認為的是真愛 結果他把 當初他做這個行為是對的 就是是聰明的 也不是說對的啦 是聰明的 因為他覺得 畢竟舞女這個工作就是 很容易那個被 就是被騙遷啊 或什麼 所以他把這一顆鑽石 藏在他的肉裡面 然後這個是以後他 至少不會 完全什麼都沒有 的那個 潦倒 對 然後結果他竟然就是 認識一個男生 結果他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就是這件事情是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啦 因為這就是他的保命符嘛 對 可是他竟然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然後後來 那個故事好像就是 那個男生還是背叛他了 然後把他那個鑽石挖走了 嗯 就傷害他了這樣 嗯 就是故事是這樣演的啦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也想要 來一個這一個人 對我會把他放在 因為我是一個嘴很緊的人 哦 對對對 這就像是你剛剛前面說的嘛 就是你是這輩子都不會告訴別人 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的 算那個你是這輩子的得主 嗯 哦 好酷喔 哇 那不能賣掉了 你想要買什麼 奢侈品我實在是想不到 無用的啊 就像他剛剛那個多無用 對 哈哈哈哈 隨時可以被你拿走的東西 隨便人啊 也不會啊 那就是鑽石嗎 鑽石畢竟賣掉也是有錢的啦 也沒有說完全無用啦 對啊 雖然賣掉之後他會變得 對啊 我媽都說要換成黃金 不要買鑽石 我媽都說要換成黃金 不要買鑽石 對啊 好像會折掉很多錢 對 可是我就喜歡亮晶晶的 我並不喜歡黃金 對啊 黃金一塊塊有什麼好的 嗯 買什麼 因為我 我本人 買東西都是買實用性的啊 我不會買 不實用的東西啊 就是現在要想 奢侈品 奢侈品 對啊 因為那是因為現在你有 經濟的限制 所以你會不做這件事啊 那如果你有這麼多錢了 你難道不會想去做一個瘋狂的 做一個瘋狂的舉動嗎 買一個 或是買一個什麼酒莊啊 就是你常來 就是你很愛喝酒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比較有一個酒莊 可是我永遠不會去 可能一 三年才去一次 一年去一次之類的 我也爽 有一個島 有一個城堡之類的 像我就會想要這樣 這個無用的東西 就像我很夢幻這樣子啊 我不用郵輪 我郵輪可以叫別人開 叫別人養 可是我想要一個島 對 那個島裡面還要養用人 因為他幫我打掃 我去的時候他有東西做一個水 對 我不要去裡面都是蜘蛛王 不然就很恐怖 我也是欸 我剛剛想到的說明就是 一座城堡 對 我覺得這很棒 城堡不恐怖啊 可以把它變得不要那麼恐怖 對 要有人打掃就可以了 不要恐怖的那一種嘛 對 迪士尼的城堡也可以啊 對 就是要粉 不要古堡 要漂亮的不要古堡 要新堡 對 要迪士尼的那種城堡 對 新的那一種嘛 就是亮亮的那種啊 然後外面的 有那個 那個咕咕鐘啊 的那一種啊 會有發電舞跳手 轉到十二點就會叮咚 然後就會唱歌跳舞 這樣的那一種啊 嗯 我們紅紅色的就好 我們不要那個古堡 對嘛 不要那一種 對 不要那種古堡的嘛 對對 想要買一個城堡 對 然後就請很多用人 然後每天就是他要 唱歌叫我起床 就是要像 要像那個 童話故事裡面一樣 要唱歌叫我起床 每天有娘要來唱歌 九亿真的犯得到嗎 可能沒有喔 可能現在應該不行 現在九亿可能買不了城堡 有可能 可是可以買啊 可是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對 可能不要太大 九亿不難吧 要一個城堡不難吧 現在連那個 那個休息站都可以做成城堡的樣子 有這麼難嗎 是買一塊地來蓋也可以 對啊 所以你要先買一塊地啊 那看地要買在哪裡啊 我不要買很大塊 對對對 我不要再深三米啦 對對對 不用很好的地點啦 不用深三米 那你要在前邊是嗎 路上也可以 就是像是 交流道休息站 不要想這麼實際喔 我們現在在想九亿 超瓷品 OK你們都 選立話題了喔 我們這些喔 這什麼 所以你看我們三個就是沒辦法 我們現在就是要 抛開 對 抛開眼睛 那些務實的想法 對 就要一個很特別的 對 你要什麼 奢侈品 你最想要的奢侈品 最想要的奢侈品 噴射機啊 NASA 一顆衛星啊 或者是電競椅啊 之類的啊 這個也是奢侈品 那我一個求生的堡壘好了 什麼是求生的堡壘 對啊 什麼是求生的堡壘 就是 例如說 就是 求生的堡壘 就是 黑黑暗暗的一個地洞 是嗎 有點類似 可能有點類似蝙蝠俠的洞 喔 好酷喔 蝙蝠俠地下室 對之類的 喔 就如果打仗了 你可以躲進去裡面都不會死 裡面都有水 有飲食 喔 然後都預備好 對對對 就像那個什麼X教授的宅底 他底下不是 對 我地球滅亡了 就你還是可以躲外面 對啊 然後不會死掉 欸這個好 那這樣好 我們三個要合作 哈哈哈哈 我就帶了我的珠寶 我走到好在這裡 對 這樣沒錯沒錯 很好很好 好欸 對欸 這個好像是最好的欸 哈哈哈哈 然後上面是你的城堡是不是 對對對 上面就是那個地窖 對對對 當沒有攻打的時候 我們就先用城堡 然後如果說真的有壞人打來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這個偽裝 對 上面是一個圍裝 就是個空殼 對對對 然後下面我們其實有自己的那個地窖 可以躲起來 對 然後裡面有自助水源 什麼 那個循環系統 對 就是要這樣 好 所以我們三個對 就是可以合作無間 然後把我們三個夢想 變成一個夢想 對 我發現我們三個真的有默契欸 其實真的很酷欸 因為我們是不同的 你要說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特質 對 可是卻又是有共同的夢想 對 對 有嗎 有共同夢想嗎 有啊 你看我剛剛不是變成一個共同的夢想了嗎 就是我要蓋一個城堡 然後下面有一個 一定要 變成一個夢想 就是妹妹是各自的夢想 一定要湊在一起 就像我們三個人 就三個人 要錄一個什麼呼呼咬子 就這樣子啦 對啊 我們就是硬要錄在一起 對啊 我們就是一個set 我們就是三個人 我們就是一個team 對 他剛剛想講什麼 他想說我們是一個set 可是他剛剛說我們是一個sale 我不知道要sale什麼啊 一個set 他是說一個set 其實是一個team啦 我們是一個team 就是一個套組 一個套組 一個set 一個set 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我們就是 做百日夢 就做到這裡了 好 百日夢結束 回歸全史 對啊 看看有沒有聽眾朋友 你們有想到的 就是更浮誇的 更厲害的夢想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對啊 所以現在你的保持節已經落伍了 我們下一集有稱爆了 還有低價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還恰是給我 對 OK 讓大家就是盡情發揮想像囉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